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题目叫区块界里的分布式共识 但是我今天不会讲具体的一些项目他们的共识怎么做 我会集中在一些比较基本的概念 比较容易混淆的概念上 然后我们像上次要问的一个副标题叫做 Terry Potter 与魔法师 好 这是我们一个海报 他叫Terry Potter Terry Potter 从小就生活在一个 相亲相爱的家庭 然后他爱做卷子 做卷子使他快乐 Terry就十分向往霍格沃茨 在那里有着做不完的卷子 为了能进入霍格沃茨 他还给自己的额头上涂上了闪电 但是中国学生进入霍格沃茨都是需要进行考试的 对此Terry凶有成绩 因为他经常做卷子 因为他是单单不死的男孩 所以他说到了这样的一份题 第一题是词汇变析 有三段 第一段是只要是Chain of Blocks的系统 无论具体采用了什么共识算法 无论是工作量证明POW 权益证明POS 拜占庭容作BFT 还是委托权益证明DPOS 第二段 BFT类算法的投票通常是有权重的 已规避女巫攻击CBO ATTACK 而这个权重多余参与者的权益相关 和POS的竞选类似 大家可能以为他们的含义都是一样的 但是我后面会指出来 他们的意思其实并不一样 好了第二题阅读语解 XXX共识机制 不再采用传统的POW机制 而是创造了新型的自由机制 POP机制 并结合了具有未来发展趋势的POS机制 形成了XXX所使用的 POP和POS的混合共识机制 然后中间一段省略掉 然后他又来了一句 XXX共识机制采用的是 授权拜占庭容作算法DBFT 然后DBFT是基于怎么打完共识 请问上述权料中的XXX 到底采用了什么样的共识机制 他就拿到这个题很懵 吓得脸一黑 好了 然后可能大家对最后一个材料印象会更深刻一点 因为那个材料中 我们读完之后 我们完全不知道 他到底采用了什么样的共识机制 他前面说他采用了POP加POS 后来的一句 他采用了DBFT的共识机制 所以这边有一个问题 核心问题在于 到底什么是分布式共识 如果我们回到最初的定义的话 就回到分布式系统的定义层面的话 那么这样的一个问题 在学术上的定义是 有故障的参与者存在的情况下 多个参与者得出一个共同的输出 我们称之为分布式共识问题 那么这比较故障的参与者 指的故障有很多种类型 比如说它可以是当机了 它不响应了 也有可能是它产生了错误的消息 这都有可能 这是一个广义的定义 那么在区块链的意义下 这个共同的输出是什么 我们认为是共同的一条链 而由于区块链 区块链比较创新性的是 在它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当中 我们能够容纳 有恶意的节点 所以一般来说 在区块链的含义下 我们讨论的是 有恶意的参与者存在的情况下 多个参与者得出一条共同的链 这是区块链意义下的分布式共识问题 还有一个关键词叫 公有链和非许可链 这个词大家可能也不陌生 那么公有链和非许可链 它们是一样的含义吗 首先公有链的定义是千奇百怪的 因为它们可能不会给出我们 就是一般来说 大家见到资料可能不会给出 它们可能不会给出什么叫公有链 它们会说我们这个项目是一个公有链项目 这个项目是一个公有链项目 但是如果我们深究的话会发现 这里的公有链的公有这个含义非常模糊 有些时候 它在这个项目中 成为公有链的项目中 成为节点是不需要认证的 我们称之为公有链的项目 但是有些的项目 它的说法的含义会 包含参与共识协议不需要认证 这两个是有区别的 第一个是成为节点 但这个节点有可能参与共识 有可能它完全不参与共识 比如说一个清钱包的节点 它并不需要参与共识 它不需要挖矿 但它也是节点 对吧 那还有第二种就是 参与共识协议并不需要认证 这样的叫做公有链 那么在这个里面 它的含义是 就已经排出掉了那些所谓新的节点 我们不考虑这些节点 所有参与共识协议的节点 是不需要认证的 而在第一个含义的情况下 有可能参与共识的节点 是需要认证的 但也有人把它称之为公有链 所以公有链的定义是非常奇怪的 这个本质问题又在于 我们定义是什么是公有的 到底是出块权力是公有的 还是说我获取数据是公有的 这是他们的本质区别 但是关于许可链的定义就很一致 而今天我们大部分 而今天我们会直接采用许可链的定义 许可链的定义都是定义在共识协议的意义下 也就是说 共识协议需要知道总参与者的个数 以及个字的身份 这样的一条链 我们称之为许可链 就是在有这样的共识协议的这样一条链 我们称之为许可链 比如说PBFT协议 那么为什么他需要知道总参与者的个数 以及个字的身份 他不知道可不可以 不行 因为PBFT算法当中 在其中的某些阶段 如果要让协议继续进行下去 那么参与者必须收集到足够的票数 而这个票数是一个按比例的 那么既然是按比例的话 你不知道总参与者的个数 你没办法算出来这个比例 那比如说 我给一个大的 比如我给你1万个 我给一个特别松的一个上级 那么可以吗 不行 因为假设系统当中你只有一千个节点 但你不知道有只有一千个 因为你不知道总参数 那么比如说在PBFT协议当中 你需要收集到包含自身超过三分之二的票数 那么这个时候你没办法收到这个票数 因为总共也才一千个 而且订的N是一万 那么这个协议 the liveness没法保证了 协议就会永远停留在这里 没办法进行下去了 如果你定的N太小了 那么有可能 协议中的恶意参与者会变得非常非常多 一旦超过了预值的话 那么它的一致性就没办法保证 这个我们会后面再仔细讲 所以这样定义在许可店下面的 定义在许可环境下面的协议 它必须得知道参与者的个数 以及个资的身份 那么接下来非许可人的定义 就刚好是相反的 就协议不需要知道 参与者的个数 以及个资的身份 比如说 大家都知道比特币 通过P2P协议 你只需要运行软件 然后就可以挖矿 然后你挖矿的这样一个过程中 协议并不需要知道 总共挖矿的人有多少人 协议中没有一个参数说 OK我定义了一个长的量 N等于多少段 没有 还有比如说Depost的机制 Eys是这样的 那个 Bashares也是Depost 也是这样的 然后还有Algorand Algorand它也是非许可电 参与那个Algorand进行共识的节点 并不需要注册之类的 它只要运行Algorand软件就可以了 那么这样的一个协议当中 它有一个问题就是 PBF的要求显然是比 就许可电的要求显然是比非许可电要高的 那么这里面的话 也就是说非许可电肯定有一些限制 那么这个限制在哪里呢 就在于它不知道总参与者的个数 所以有可能就会有很多 比如说恶意的人 他去模拟很大量的账户 如果你的协议是依赖于个数的话 他会模拟很大量的账户 然后去攻击你的协议 所以非许可电都需要防女无攻击的机制 我刚刚说的那种模拟大量账户的攻击 叫做女无攻击 英文名叫做Civil Attack 比如说这些机制是什么呢 使用算力 那么我们称之为POW Proof of Work 使用权益我们称之为Proof of Stake POS 代替节点数量 所以我们会看到 51%攻击之类的 它指的是算力而不是节点的个数 那么POW是共识机制吗 可能这是最容易混淆的一个点 那么我们会看到这样的一种说法 就是有POW共识 这个说法很常见吧 那么POW共识 我们定义为使用了POW 作为防女无攻击机制的共识协议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有的时候和它 这就是它容易被混淆 是有的时候 它还有人会单独说POW 叫做工作量证明 在单独说POW的时候 它并不能代表一个共识协议 你想单独使用PPST 它可以达成共识 没有问题吧 永远不过分叉 因为它根本不存在分叉的可能性 它就是经过那么几个Commit之后 然后大家就能够达成一个共同的输出 那么POW不可以 POW只是说 你算出了这样的哈希值 你就有这个权利去 向全网广播你的 你的这个向全网广播的话 就能够得到大家的承认 就会被认为是valid 会被认为是经过认证的 但是它仍然存在可能分叉 对吧 它仍然有可能分叉 如果我们只使用POW 不管其他的 那么比特币的协议不会收敛 它还需要其他的一些东西来配合它 能够使比特币最终收敛到一条边上 那么我们称之为 就举个例子 比如说比特币用的共识 可能更严谨的说法 我们称之为叫Nakamoto共识 而不是POW共识 因为POW共识容易 而引起起起习 Nakamoto共识包含了什么 POW 还有第二条很重要的 大家最容易忽略的 总是选择最常电 这个一条 然后还有就是收集交易打包程序块 这个也是协议的一部分 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 这些加起来叫做 Nakamoto共识 那么有的人称之为叫做POW共识 也是可以接受的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去深究 就玩概念 就是我会需要强调一下 就我不是说 我们非要去死抠这个概念的字眼 而是说我们理解清了 这个概念中的一些本质问题之后 能够帮助我们理解 许可共识和非许可共识的差别很大 差别就在于 你是否需要防你入攻击机制这一点 在不同的环境下 设计的共识机制是完全不一样的 OK 那么根据我们之前讲的这些概念 我们可以把许可链的共识协议分开 分成三类 首先第一类叫做非许可共识 就是在非许可环境下 直接达成共同的一条链 第二种叫做许可共识 是在许可环境下 直接达成共同的一条链 还有第三个 叫做混合共识 是在非许可环境下 先达成共同的一个许可环境 比如说委员会 在委员会这样的许可环境下 达成共同的一条链 那么这里面有很多具体的例子 就是最近比较火的很多一些供电项目 它都采用了这样的架构 比如说Algorand Definite它隐含这样的一点 虽然它的整篇论文都在露出虚格环境上 但它提了一点就是 它们允许节点动态的加入进出 那么有了这个情况下的话 它是可以运行在POS或者PO打击的场合 还有 还有就是那个 还有什么项目 是想不想 对对 就是这个货合共识的项目 我们给出了这样一个定义的话 也就是说 在许可环境下达成共同的一条链 它实际上分了两层 如果我们值观去理解的话 那么就是我们先通过一个防女巫攻击的机制 选出来一个许可的环境 那么在这个许可环境上 我们知道了总人数 知道了身份 我们就可以运行许可共识了 OK 所以我们回到这个词汇变析的这二档题 上面的权益证明POS 它指的是POS类型的共识算法 它指的不是POS本身 而第二条 第二条 和POS的精神类似 这里的POS指的不再是POS的共识算法 而是指单单纯纯的Proof of Stake 权益证明 是个防女巫攻击机制 第三个 POS加BFT 这里的POS也不是共识算法 这里的POS是防女巫攻击机制 再加上BFT BFT是共识算法 加到一块共同组成的一个新的共识机制 是Tendermint的共识机制 共识引擎框架 所以我说这里面它的POS是含义不一样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可能会讲一些 异步和同步的一些概念 异步的概念是说 这些都是对网络的Network Timing 就对网络的一些时间 所做的一些要求 比如说 异步网络 又叫做Asynchronous 意思是消息可以被无限任意的延迟 但是 它最终一定会被送达 就它可以被敌手 无限任意的延迟 但是它一定会被送到 城市检验的手里 这是异步的一个含义 然后同步 同步是说 消息传递有一个已知的界限 这个时间期限叫做Delta 然后协议是知道这个Delta 知道这个Delta之后 协议依据超时机制推进 比如说 当它等待消息的时候 等待了Delta时间 那么等待时间之后 我就可以不再等待 我可以进入下一个阶段 我可以推进这样的一个公式协议 这是同步协议 还有 这里的定义就比较混乱了 因为 它有很多种 半同步 部分同步 弱同步 它们之间的定义是彼此不等价 半同步的话 通常来说是 消息传递有一个界限Delta 但是协议不知道这个界限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消息的传递的过程中 是有这样的一个上限Delta Delta之后 消息一定会被送到城市的节俭的手里 敌手是不能够任意去延迟的 但是协议过程中不涉及这个德纳 就它没有办法用超时机制 去推进协议的过程 然后第二个叫 第二个实际上叫做弱同步 然后半同步中 半同步除了这样的 除了第一个定义之外 还有一个叫做最终到达的一个模型 它是说在一个时间点之后 比如说明天早上十点之后 这样的一个消息会被送到 会被送到目的地 那么这样的一个模型 它其实也属于半同步 而这两个 这个模型和刚才那个 有个Delta在协议不知道这个界限 它都属于半同步 然后弱同步是 比如说第二个 第二个是Algorendal所采取的一些假设 比如说协议知道两个参数 一个参数R和一个参数B 在每一个长度为R的时间区间内 至少有长度为B的区间 是强同步的 这里的强同步又是什么 强同步是Algorend给出来一个概念 强同步说的是 一定比例的节点 发出的消息 会有一定比例 扩散到 区块中的一定比例的节点的手里 比如说这个比例是95% 那么95%的节点的 大多数的消息当中 可以扩算到全往95%的节点的手里 这个是B的强同步的 如果我们简单的理解为同步的话 那也就是说 给定了一个区间 那么在这个区间里面 至少有一定长度的时间 它是属于同步状态的 至于其他的时间的话 是可以属于异步的 敌手是可以把这个消息延迟一长的时间 那么第三个 是Definity给出来的定义 消息传递有一个界限Delta 协议知道这个界限的概率分布 比如说它满足常委分布 类似于扩散分布之类的 但是很明显 这个Delta 因为扩散分布它可以 它的Delta这些取值是可以达到无限 无穷大力 但是因为分布是知道的 所以它可以根据概率去来算 我有多大的概率 能够把这个消息传达到 所以这个是Definity中使用的一个定义 可以看出来这些定义 它们既不是同步模型 因为我们并没有一个确定的Delta 然后协议可以按照这个Delta 做超时机制往前推进 其次它也不是异步的 因为敌手没有办法任意的延迟 这个消息的存播时间 所以它属于中间的一个状态 但之所以会有这么多种定义 就是因为每一个项目 它们在去设计共识机制的时候 它会尽可能去找利于自己的定义 我在这个定义之下 我能够证明出来这个是一个安全的 OK 那我就采用这个定义 在别的定义下 我可能证明是证明出来我才安全的 那肯定不会采用了 然后共识协议 我之前讲的那些所有的 其实都是共识协议的假设 也就是说在一个共识协议被设计出来之前 这些都已经考虑好了 比如说网络环境的假设 我们假设是在一个同步的网络环境当中 还是在一个异步的网络环境当中 还是在一个半途的网络环境当中 比如说错误类型的假设 我考不考虑半战型类型的节点 半战型类型的节点就叫做存在内容 就是说他发出的消息可以是错误的 当然他也可以当机的 还有就是参与者的假设 我的环境是许可的还是非许可的 还有敌手的假设 敌手的数量是多少 它是小于二分之一的 还是小于三分之一的 还有攻击的类型 我敌手能够做什么样的攻击 它是任意 可以做任意 就arbiturate behavior 还是说他有一些限定的攻击策略 那么这些在一个协议设计之前 都是我们要做出来的这些假设 比如假设这些 比如我们假设是同步 不粘停 非许可模型下 敌手数量小于二分之一的协议 那么我说的应该是 不是同步 半同步 那么我说的应该是特币 那么什么样的区块链应用是安全的 也就是说 我们需要在刚才给您的假设当中 去证明这些区块链的协议 这些共识协议满足怎样的属性 它是安全的 我需要强调一点 就是说 我们去考虑一个共识协议是否是安全的 一定要考虑它的假设 因为离开的假设 所有的虚块链的协议 所有的共识协议 都可以认为是不安全 那么这里面我们主要考虑两个属性 我们会用的比较多 第二个属性没有什么争议 大家一般都叫它liveness 很形象 然后第一个有很多种 就是变体 它可以有些论文当中 它称之为consistency 有些论文当中称之为persistence 有些称之为finality还有safety 可能finality在最近的一些 博客科普文章 或者一些区块链的论文当中 finality用的比较多 I will run to safety 一些研究共识 一部网络下的区块链共识协议的分析 我们用的叫persistence 但它基本上 基本上说的是一个意思 它有些细微的区别 那么它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消息m被添加到 某个诚实参与者的链上 那它一定会出现在 所有诚实参与者的链上 这里为什么我要强调诚实参与者 是因为我们在考虑一个共识协议的 最终是否能够达成共识的时候 我们只要求诚实的参与者 能够达成共识的协议 第一次我们是完全没有必要考虑的 这个大家可以理解了 那么如果一个消息m 被添加到某个诚实参与者的链上 它本地会维护一条链吧 那么它一定会出现在 所有城市参与者的链上 这个有可能是在某个时间之后 但是它一定会出现 接下来就是第二个属性 lineness 链上允许添加新的消息m 那么我更直观地来说 第一个定义 通常描述了一个静态的属性 这个添加属性就是什么 就是大家会 就是如果有一个交易出现在了一条城市的链上 那么大家应该都会对这个交易 那么所有的其他的城市的参与者 应该都会对这个交易保持一致 就大家都会在这条链都是一致的 但是这光满足lineness不够 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都有一条链 都有K个区块 大家城市参与者的链都是一样的 那么它consistency满足吧 没问题吧 但是这个这条 但是敌手控制了整个网络 这条链上永远没办法在网上面添加新的东西 所有城市参与者发出来的消息 都被敌手无限 无限长的延迟 所有人都收不到别人的消息 那么这条链不满足活性 这个有和那个分布式系统里面的availability有一点像 但是它们是定义在就是不同的模型下 那么这两条属性 它和我之前说的这些假设有什么关系呢 那么我会说这些假设和这些属性有很强的关联 就是说有些时候 consistency能够在 能够在异部的模型下是保持的 但是在异部的模型下 liveness却保持不着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网络环境的假设 对liveness的影响很深刻 这个也是可以比较直观理解的 因为大家要保持活性嘛 那么很直观能够想到 它肯定和消息被传送的这样的颜值是有关的 这个是很直观上的理解 那么现在我们有哪些 目前的这些项目 它们是分别满足什么样的安全属性的条件呢 比如说 PBFT是异部环境下的确定consistency 就是对于PBFT算法来说 即使网络环境当中消息能够被低手无限的延长 但是在满足 但是它依然能够达成consistency 也就是说 大家都会能够收敛到一条面上 但是有些时候 它可能没有liveness 没有liveness会出现在哪里 比如说 就拿PBFT举例子吧 那个leader 假如leader是邪恶的 是个坏人的话 那么他可以选择 不发proposal 那么如果按照PBFT正常的路径的话 后面的这些进程都没办法 继续进行了 会进入到无限长的等待当中 我说这一步啊 一步 没有超级机制 那么为了解决这样的 leader做的liveness的问题 PBFT中会引入viewchange 就是我要换个leader 但是换个leader 我怎么知道这个leader有问题了呢 我需要等待一定长的时间 但是这个时间可以不是delta 就是可以 这个协议是可以不知道的 他是半同志的 他可以不知道的 他是可以随着网络环境的变化 不行变化的 但是你必须要有一个时间去 你每个人必须要有自己有一个时间 去发出说我要换这个leader的这个消息 然后会进入到一个投票的阶段 然后满足一定的票数之后 把leader换掉 那么这个换leader viewchange的过程 他是半同步模型下的 在一步模型下 他就在因为其实不可以保持的 所以大家有可能会见到 有人说PBFT是同步算法 还有人说PBFT是一步算法 还有人说PBFT是半同步算法 其实准确的说PBFT是半同步算法 那么说他是一步的 他只是说PBFT的正常的那条路径 他没有考虑到那个 他没有讲到那个viewchange的那一方 还有nakamoto共识 nakamoto它实际上是半同步的 因为按照我们刚才的定义 每个人只需要从交易值中拿出来交易 然后打包成区块 然后算 然后genounce算哈希值 只要算出来 满足difficult条件的哈希值 他就可以把这个区块向全文宝博了 有超级性吗 没有 对吧 但是有人会觉得它是同步算法 因为看起来好像整条链上 是每十分钟出现一个块 看起来好像蛮同步的 不不不 这个同步的假设是没有任何关联的 我们需要搞进入这一点 所以 那个model共识 是可以被证明满足consistency 叫lineness 在半同步的模型下 只不过这个consistency是概率 它不是确定的consistency 它是依概率收远的 简单来讲就是说 在一个 就是说 就是说 那个model共识是有可能不收远的 大家之中有可能还是 没办法 就是同意到一条链上 但是这个概率是可以忽略的 非常非常小 然后algoritm的共识的话 根据它露门的描述 它的consistency是确定的 但它是强同步模型下 然后这个强同步模型 强 我写反了 不好意思 我写反了 是弱同步模型下的确定consistency 和强同步模型下的lineness 我写反了 不好意思 那个 它这个确定consistency是弱同步的 这个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当 网络的环境不满足它这个 强同步的假设的时候 我满足它这个弱同步的假设的时候 那么lineness会被打破 也就是说 Algorand的协议会在 强同步的条件下 陷入到无限 无限等待的一个状态 它里面的那个BA新的那一部分 如果你是 强同步的话 那么它就会不停的 每隔一段时间 发起一轮投票 不停的每隔一段时间 发起一轮投票 直到这个投票 达到规定的那个预值为止 它才能够最后把这个块升红出来 确定出来 那么在 还有一个叫 Tendermint Tendermint它 是按照区块链 专门设计的一个BFT类型的一个算法 的一个公式算法 那么它里面呢 把PBFT的ViewChange给砍掉了 它不需要 它不需要那个ViewChange那一块了 取而代之 它把这个超市机制挪到了 一开始 一开始你的leader发Propose的那个地方 也就是说 现在有个leader 假设它在一定的时间内 它没有发出来Propose 那么节点就可以发投票 就可以发起投票 把这个leader换掉 不是说错了 假如有一段时间内 它那个leader 没有发出那个Proposal 那么这些节点 就自己把这些块 处始化为空块 然后开始做Prepare阶段 然后这个阶段 如果你没有收集到足够的票数 RF加1的票数 那么节点自己 就会再Commit一个空块 把它弄出去 然后所以 在对于Tendermint来说 它的Lightness 在异步的情况下 是没办法保证的 因为在异步的情况下 它会不停的触碰块 不停的触碰块 那么即使你 节点交上去的是 有交易的块 因为设计不到 所有的票数 这样的块也会拋弃 也会一直在触碰块 这就是Lightness的保证 那么现在我们好像 我们好像得出来一个规律 就是说 一步情况下 Lightness似乎是很难达到的 那么有没有一个算法 它能够既达到 一步下的Consistency 也能够达到 一步下的Lightness呢 如果Consistency是确定的 它不是一概率收点的 那么不存在 很多那种科普文章都会讲到 FLP定理嘛 这我就不赘述了 这种容易不存在 但是 一概率收养的Consistency也可以 在一步的情况下 我们能够达到 一概率收养的Consistency 加上Lightness是有的 叫做HoneybaggerDFT 它里面用到了 刚才 刚才那位讲到的 那个叫 门线鲜明的算法在里面 具体稍微比较复杂 我今天就不展开讲 大家有兴趣可以搜一下 那么我今天讲了这么多 就主要对基本的概念 给大家整个书理不变 那么好处就是 大家以后再看各种各样 各种稀奇古怪的共识 各种各样的项目的时候 能够很明确的去判断 它到底在说的是什么 它这个说的这个东西 和那个说的那个东西 它字面上一样 它们本质上指的到底是不是一个东西 那么我这里需要强调一点就是 大多数的疑问 源于表述不清 而表述不清的概念的根源 在于定义模糊 当你把这个定义细扣扣到 你完全理解为止 你能够准确地把每一个 本质上不同的东西 归到每个定义下面的时候 那么实际上很多疑问 有时候就自然而然地解决了 好了 谢谢大家 然后关于刚才我提到的那个 consistency 和 liveness 然后对于区块链来讲 比如说 Nakamoto 协议 它具体是什么样的 difficulty 具体是什么样的 那个那个敌手的那个比例 然后具体是 这些参数它能够满足 consistency和 liveness 具体是如何能够满足的呢 有一个量化的公式 而这个公式来源于一篇文章 然后这篇文章是论文 是RefalPath和Alench 在前动工作上总结的一篇文章 然后这篇文章比误比较多 但是幸运的是 我在我的博客上面 把它讲了一下 然后大家如果想要继续了解 更深入的一些定量的一些分析的话 大家可以去博客上看这篇文章 然后最后的话 大家有什么问题 请问 大家可以自由发言 然后刚才的篇文章 是我已经发过去的那篇文 是吗 哪一篇 对对 是我给你看的那篇文章 我在那里看 OK 好 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提出来 我问你 就你刚才说那個 异固还有存储那些的时候 说是有概率 就相信会议一定概率 常说假设会议一定概率 接触到 对 现在有没有专门研究 是不是在一个网络中真的充满了一种分布的结构和消息 这是一个问题吗 我觉得你是说 你再重复一下 对 是不是接收到消息 接收到消息真的有一种分布在里面 Defense的论文当中它这样定义了 它是假设的 对它是假设 但它并没有说明它假设是否合理 就现在你能研究这个 比如说其他工面上 这个我不太清楚 这个我不太清楚 对我想起来了 有人研究过 但是好像是比特币 有人专门做过一个研究 2016年的时候 然后他们的模型当中是满足 破松到满的 是常委分布 这样 对 然后他们当时算了一个价全平均值 这个价全平均值值是11秒左右 这是比特币在2016年的模型延迟 还是这样 还是一个普通数度 还有问题 那个直播件有问题吗 说明我讲得很清楚是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如果没有的话,那现在到时间了吗?大家要不要想听一下PVFD是怎么证的? 大家清楚这个证据过程的有多少人去讲? NL大于等于三万一加一,我来讲一下,大多数人的证据他们错了 我必须这样说一点,PVFD的NL大于等于三万一加一,和败江廷将军的NL大于等于三万一不一样 为什么不严重?在于他们的问题是不一样的 PVFD给定的一个算法,设计出来,就已经假设了我的敌手是小于三分之一的 所以他只需要证明,我敌手在小于三分之一的情况下,我这个算法是能够满足Consistency和Ligacy就可以了 OK,但是伴家宁将军说的是什么?是说我们给定的异步的环境下 最糟糕最糟糕最糟糕的情况,完全逆步,当然信道是可靠的,就信道就谈成传道 最糟糕的,完全逆步的情况下,当然你可以使用签名消息 然后这种情况下,你要想能够达成一个具有Consistency的一个共识 那么你至少,就是你的N至少要为3S加1 对,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大家能理解吗? 一个是已经给出来了假设,然后证明我这个算法是很牛 另外一个是,我给定了这样的一个环境,然后我们算出来一个上界 就是它至少是3F,给出了一个下界叫至少3F加1 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大家可以理解 所以,如果我们要证明这个问题的话,我们首先要证明,在给定 在这个交通的环境下,它是如何N要大约有3F加1的 然后,这里是这样证明,就是原文的证明是要靠数学规纳法去证明 但是那个证明是比较严格,然后我直接给一个比较思想的话的证明 就是,那么我们要证明在这样的环境下,它至少是3F加1 就,也就是等于说,我们只需要证明在N等于3F的时候 那么,他们没办法达成consistency就可以了 对吧,找证明证就可以了 那么,是不是至少有3F加1,对不对 那么,在N等于3F的情况下,这里面会允许F有问题的节点 那么,对于其中的某一个节点来说 我可能收到了F条消息 这F条消息,它可能是全来自于坏人的 但它也有可能全是 然后,这F条消息,它有可能是全来自于坏人的 也有可能是,都来自于耗人的 这个我们不知道,这个节点也不知道 然后,当然还有可能有F的节点,它不响应 那么,这两个我们是没办法区分的 也就是说,我们不知道这F的不响应的 都是好节点,还是都是坏节点 如果它们都是好节点的话 那么,这F的就是,都是坏节点的就是票 我们需要把它扔掉 如果F都是好节点的话 那么,F不响应中,它们全都是坏节点 我们可以不用理它 那么,现在问题在一个一步的网络当中 我们没办法区分,这F的不响应 它是恶意的不响应 还是说,它这个消息被延迟了 我们没办法确定 所以,这F的消息都不能 都不能做分到第一句 所以,N-F 要大于F 我们依然要能够在剩下的F的消息中 找出来至少一个来自于城市参与者的消息 那么,当N等于F的时候 找不到一个,有可能是找不到一个的 所以,N-F必须要大于F 所以,N要大于F OK,这我证明了一个最小节 就是下节 但是,这里面这个证明 只说明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在N等于3F的时候 我们没有一个能满足Consistent的算法 那有可能N等于3F加1 也找不到一个Consistent的算法 对吧,这是有可能的吧 所以,我们还要给出存在性证明 就是,存在N等于3F加1的满足Consistent的算法 那就是第二句证明 就是,大家可能都能搜到的证明 就是,对于N等于3F加1的情况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 因为存在性证明 所以,我们可以构造 我们构造 就是说,大家会收集票数 那么,对于一个porium来说 假如它收集的票数是Q的话 假如一个进展设计说的票数是Q 那么,我们考虑一个 就是特别简单的 叫Binary Byzantine Agreement 就是,二进制 就是,假如你节点就有X的曲子 要么是0,要么是1 就,要么是不同意,要么是同意 对于区块来说 要么就是,我不同意这个区块 要么就出空框 要么就是同意这个区块 OK,这样一个曲的情况下 有可能有Q的是0 有可能有Q的是1 对吧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还要找出来 至少一个是来自于城市节点 所以根据割潮原理 所以剩下的必须要大于 大于 这个叫什么 I不是吧 对,这是满足Ligness的情况 找到了这个的话 我就能够算出来 然后 Consistent的情况是 嗯 Consistent的情况是 嗯 Consistent的情况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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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直播掐掉 那大家有人知道 不要忘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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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